主料,面粉200克,辅量,油,盐,菠菜一小把,四季豆,五花肉,葱姜蒜,酱油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菠菜洗净后,用热水超几秒钟,放入料理器打成汁,面粉加菠菜汁合成硬硬的面团,将面团用面扫机压成面条,没有面条机可以手擀,四季豆洗净掰成两三分钟, 三厘米的小端备用,将肉切片,锅中烧开水,将面条放入煮熟至无硬心,不需要煮的太烂,将面条捞出,迅速过一下凉开水,将面条捞出控干水分,面条中倒入少量的植物油香油最好,用筷子抖一下,使面条均匀的沾上一层植物油,备用,锅中烧热油,放入葱末香锅,放入肉片炒至变色, 放入四季豆翻炒至酥,然后加入酱油,料酒,盐,翻炒几下后,放入面条,翻炒几下,使面条均匀上海,盖上锅盖为一会出锅即可,烹饪技巧,四季豆一定要炒熟,也可是先用水焯一下,就容易熟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